哈喽,我是喵妹,今天喵妹给大家分享一个男孩用一个圆圈改变华尔街的故事 大学刚毕业的诺维尔到纽约街头找工作,然而缺乏经验的她,于是从眉不展 一看咖啡店时,那张刚刚要来垫杯子的报纸上,正好劝出了一份无需经验的工作 并且正好随风飘到了诺维尔的脚边 就这样,她成功入职了这家位于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在邮件收发市当一名小职员 与此同时,这家公司正在45楼开董事会议 听到收入和股价大涨的消息,拥有公司九成股票的董事长 忽然走上会议桌,估计劲从城外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公司的实权瞬间落入了老坚俱华的董事会成员马斯伯手中 为了低价收购股票控制整个公司 她与其他董事商商商量找一个傀儡总裁,造成股价大跌 确实,邮件收发市送了一份顶级悬新的蓝色信件 其他志愿都进入寒蝉,不敢去送 诺维尔就成了冤大头,被迫将信送到45楼 见到了公司老总的诺维尔却瞬间忘记了派信件的事 他拿着那天才般的创意,一个圆圈,想得到老总的认可 然而马斯伯制止了他的话,还给他递了一只雪茄 让他坐在办公椅上,那傻里傻气的样子 不真是他们要找的傀儡吗 不过听闻诺维尔居然是个大学毕业生 马斯伯立即动怒,让他赶紧离开 毛手毛手的诺维尔却把公司最重要的合约给烧了 打算救火粉的把办公室搞定一团糟,终于把着火的垃圾桶认出窗外 还想着救合同的马斯伯却因此掉了下去 幸亏诺维尔抓住了他的双脚 就这样,初初忙碌的傻小子成了公司总裁 消息传出去,公司股价隐身大跌 一家报社想要得到公司内部消息 便派遣一位叫艾米的主编作为间谍查探消息 他跟诺维尔在酒店相识,然而回到办公室后 诺维尔以为艾米跟他是同一学校的校友 有本有眼的唱起了笑歌,艾米一脸嫌弃地迎合着 最终诺维尔决定要来当自己的秘书 回到报社,艾米立刻将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报道 我会诺维尔是个傻瓜,冒牌货 公司股价因此再次大跌 第二天,诺维尔在办公室里展示了自己设计的圆圈给艾米看 证明自己并非是个傻瓜 还说了很多报道作者的坏话 他不知道,作者就在眼前 于是被对方赏了一巴掌 诺维尔纳闷极了,果然是女人心海底针 在富上云集的晚会上 诺维尔因看起来不靠谱而收紧了白眼 刚在报社里受了气的艾米本来想表明自己身份 却为诺维尔富有想象力的话所感动 于是两人稳在了一起 终于,诺维尔在董事会上提出了他那奇思妙想的发明 一个健康而有趣的呼拉圈 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 尽管董事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马斯伯协觉得此举有助于进一步挫伤公司的股价 而是同意生长呼拉圈 在金钱机器的快速运转下 呼拉圈很快就上市了 但是一直降价又无人问津 商店老板气愤的将呼拉圈扔了出去 正好有一个跑到了一个孩子的脚边 他随意拿起来玩了几下 看到围观的孩子目瞪口单 纷纷到商店求购 导致价格一涨再涨 并且很快就分明了整个美国 诺维尔名声大噪 还收到了美国总统电话问候 公司的股价也因此大涨 那些卖掉大部分股票的董事们 失去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 想要学前董事长从窗外跳下来 却被瞎勾勾的玻璃挡了回来 电梯管理员提出 完全吸管的创意被诺维尔赶走 马斯波发现了艾米的真实身份 暴示正准备报到诺维尔瞟欠别人的创意 此时的诺维尔正从幻想欢乐的高空 弄向绝望的谷底 甚至有可能被关押进精神病院 所有的美梦都结束了 诺维尔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剽窃犯 只有艾米还好心安慰让他重新振作 新年前夜 诺维尔穿上当时那件邮件派送员的制服 走出了办公室外面 现在的生活 正如同走在悬崖边一样 然而窗户忽然被马斯波从里面关上了 一时兴起的诺维尔从楼上跳了下来 就当他准备落在地上时 时间似乎是停滞了一般 已经成为天使的老董事长 谭志勤从天而降 让诺维尔拿着当初放在支付口袋里 忘记送出这信件 结果发现那是老董事长的遗嘱 他决定将所有遗产转让给下一任总裁 原本这是马斯波应得的 到头来被诺维尔捡了个便宜 诺维尔兴奋的返回酒吧 与艾米相拥 然后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是一个基于真实的荒诞喜剧 商业社会就是这么残酷 有时被提拔并不是因为能力 而是想把人当成傀儡 当诺维尔也有自己的雄心 并意外得到实践并取得成功 功成名就之后 又变成了曾经自己最讨厌那种人 骄傲且保守 一心只想着去享受 最后被闭上绝路时 只有神力才能拯救他 也算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